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美国拉着日本 那日本以前它是 起码对中国是虚与尾仪 因为要市场 要靠着中国捞好处 然后因为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所以它也要应付美国 那现在它也是完全完全 都不在乎中国怎么想 讲话非常硬 然后步步金逼 而且是要要挟裹挟中国 就为日本为什么这样 好我再来说了 因为在特朗普的时期 他常常批评拜登 说拜登是瞌睡桥 说拜登有老人痴呆 拜登是个 是一个已经老糊涂的人 所以使得很多人 对拜登的形象 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都认为拜登是个 无人的招老头 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拜登基本上是一个 比特朗普更加老奸巨滑的老独立 他入主白宫以后 他就在进行 他非常熟悉的全球纵横数 而他的全球纵横数呢 基本上他用六个字来喊 就是联欧 智额 押中 那我现在前面的联欧 智额我先不谈 我就来谈押中的问题 所谓的押中呢 因为拜登一直很担心 休息抵得陷阱的出现 因为拜登最信任的学者 Edison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提到 全世界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老大跟老二最后 难免一战的比例 高达75% 如果用这个来推断 Edison就认为 现在作为老大的美国 跟紧追其后的中国 最后一定难免一战 所以拜登的押中 就是要趁着中国 还没有办法跟美国 完全病驾齐驱的时候 把中国家以遏制 给中国狠狠的一级 可是问题是 美国如果要到亚太 来对付中国 美国没有自信 因为美国没有自信 所以拜登一定要打两张牌 第一个找盟友支撑他 第二个就是运用台湾这个旗子 打台湾牌 那么要找亚太的盟友 在美国的心目中 东盟的十个国家里面 菲律宾 构不成威胁 越南呢 摇摆不定 所以他最主要的三个对象 就是日本 澳大利亚 跟印度 可是印度现在疫情非常严重 每天确诊数超过20万 印度也没有实力 能够帮助美国来对付中国 那澳大利亚呢 更是只会讲讲水炮 他也没有太大的实力 所以真的能够帮美国去对付中国 去押中等 就只有日本了 所以日本现阶段对美国 就形成了战略需求 那从日本来说 日本一直认为 他应该是亚洲的老大 但是2010年以后 中国就超越了日本 中国成为亚洲的老大 这是日本 这一种所谓骄傲的大和民主 无法忍受的 所以日本一直想机会 要打击中国 而日本也认为 台湾应该是他的郎中之物啊 所以他对于两岸的统一 日本一直是抱持 要扰乱 要破坏 要干扰 的一个心态 他不会让两岸统一的 当然 当然 尤其是日本 而且日本 日本他曾经侵略过中国 他曾经殖民过台湾 所以他手上有大量的 有关大陆跟台湾的情报 没有任何国家 拥有日本这么多情报 而且日本又很会收集情报 所以美国非常需要日本 而且日本 而且由台湾来说 台湾有很多日本 潜伏在台湾 借着台湾的地理之变 去收集大陆情报的一些 日本的外围分子 这些都是台湾人 有同派的 也有独派的 都有 日本是给钱的 每个月给今天的 他这负责收集 因为台湾离大陆很近 收集大陆情报 交给日本 对 这个有蓝营的 也有绿营的 也有我们熟悉的朋友的 都有 有 我知道你在说谁 我们就不要讲 不止频道信 因为大家都熟 那么 日本呢 他的居心 是可讲得知的 而日本因为是 恶战的侵略国家 而且战败国 所以日本没有国防军 日本只有 自卫队 日本只有自卫队 就日本来说 日本也希望他的自卫队的规模跟战力 可以扩大 那刚好美国对日本有战略的需求 因为他要押中 所以日本也想趁势 把他的自卫队的规模跟战力 顺势给扩大 来壮大日本的实力 再者呢 像是福岛核电厂核泄漏 所产生的核废水 快十年了 总数五百万吨 日本也无法处理 所以也需要美国的支持跟背书跟肯定 日本才能够顺利的把他倒进大海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有他要霸权心态的 要遏制中国的 要押中的战略意图 而日本呢 有想要借着美国来打击中国 使他成为亚洲 No.1的一个战略的意图 所以两者就狼狈为奸了 两者就成为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美国在亚太要去押中 刚才我讲的要找盟友 第一个最重要的盟友 就是日本了 而真的能够帮助美国去打击中国的 也只有日本了 而美国跟日本 心中想的都是台湾派 台湾对美国很重要 台湾对日本 那更重要 第一个是殖民心态 他始终认为台湾应该是他的 而且台湾是日本进入 西太平洋 进入南中国海的 最重要的战略上的跳板 好 那再者吧 再者 日本 刚才我们说到的 日本一直以台湾作为收集大陆情报 的重要的基地 再加上台湾是南海从马六甲海峡 经过台湾海峡 南中国海 台湾海峡 到日本的一条海上运输生命线 所以日本台湾对日本来说 是核其之重要 所以日本跟美国两个人 现在会有拜登跟菅义伟在华盛顿的相见 是可想可知的 两个人都刚上任 新冠上任三把火 两个同样有战略需求 两个甚至在那个布局有若干的相近之处 而且两个都有个共同的敌人 叫做中国 所以才会出现的说 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去谈联合声明的时候 竟然他的内容 几乎都在谈中国 而且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 谈南海 谈钓鱼岛 谈台湾 谈香港 谈新疆 你说哪有两个国家 去谈联合声明的时候 都箭头直指另外的国家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 这也显示了美国跟日本 都把中国的崛起 当成是他们的心腹大 他们是 他们从头到尾见面 就是为了中国 那委员就一个问题 面对这样的局势 中国是应该妥协退让 还是应该怎么样 中国应该怎么样 这样子来说好了 就日本这一个民族性来说 如果你今天 中国采取了退让 那日本就会步步进逼 日本这一个民族啊 他是欲强 欲强折弱 欲弱折强 欺乱怕硬的民族 所以你看看 整个二战 对日本伤害最大的 是美国 而不是中国 可是就日本来说 日本敢不敢对美国 有强烈的反美的动作 和意图呢 不敢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他日本人的心目中 是强者啊 可是日本始终认为 他大和民族 比你炎黄子孙要优秀 他大和民族 侵略你 侵略你中华民族 是他来拯救 来解放 来帮助 来与你共荣 这就是日本人的心思 所以对付日本人 若你才退让 你就错了 到最后就会被日本人吃地 就会被日本人步步进逼 这可以从日本的文化里面 可以明白地看出来 所以这个我认为 尤其这一次核废水事件 我认为中国必须要非常强硬的 例如说 把日本告上国际海洋法庭 例如说 要对日本采经济的制裁 例如说 要发动民间队日货 以及到日本旅游进行抵制 我觉得这些实的动作 都要做 而不仍只是口头上的谴责 对付日本这个国家 如果只有口头的谴责 而没有实际的动作 那反而让日本 把你当成笑顶 反而让日本人把你看清 如果只是外交部 出来指责 然后网路上面老百姓的民间的不爽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那么 那我是日本 我就知道我对你中国 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到你的头顶上 撒趴尿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办 我日本车在大陆照样卖 我日本货照样 等到疫情过去 中国观光客 照样前铺后脊 跑到日本去 观光采购 买一大堆 中国中药方的汉药 回来中国 大家一样啊 那我日本怕你什么 我继续坐建中国就好了 这个核废水 事情这么严重 日本也看要过关了耶 对没有错 而日本因为有美国的背书 你想想看 连美国的国务卿 连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都公开出来力挺日本 而且在日本宣布 要到核废水 到大海的时候 两天后 4月16号 菅义伟跟拜登就相见欢了 相见欢的过程里面 完全不谈核废水 对整个海洋生态造成的伤害 然后只谈如何去对付中国 你就会想象吧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你就可以想象说 现在每日之间的狼狈维艰 已经使美国过去高喊的 什么生态啦 人权啦 环保啦 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委员 一切都是假的 像现在在美国权力很大的 哈里斯 美国的现在的副总统 权力特大的副总统 他过去也谈人权啦 也谈生态啊 也反战啦 反法西斯啊 可是面对 他公开讲啦 他公开讲说 美国发动战争 都是为了石油啊 对啊 没有错啊 可是面对日本这一个反 已经是反人内罪的 基本要件都满足了 对不对 对 但是哈里斯 有没有出来谴责过日本呢 没有啊 有没有阻止拜登 去支持日本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如这里看就能 美国的国务卿 美国的国务卿 更可怕的是 他竟然说 他感谢日本 全世界的海洋是共通的 可是欧洲跟美国 他们都觉得说 反正经过西市以后 我受害很小 我比较无所谓 我根本就觉得 这个是针对中国人民 所发动的一个化学战 对 这个就是生化战 就是核战争 而且你想想看 你们中国沿海 全部都被污染 美日之间的合谋 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 当年在哈尔滨 在东北的日本的 集水防疫部队 就是731部队 犯下这么严重的 反人类的罪行 为什么战后 石井四郎已降 全部都不是战犯 他把资料交给了 美国中刑局嘛 而且帮助美国中刑局 发展生化武器嘛 而美国后来也用了 日本这一套的生化武器 在后来的很多战争 韩战啊 越战啊 海湾战争啊 他都用了这些生化武器啊 甚至那个我们讲 新冠肺炎疫情 最被怀疑的德克里克堡 那个就是当时 日本131部队 进到里面去 跟美国合作 搞研制生化武器的基地嘛 所以美日合谋 用这一种生化武器 去屠毒 去屠杀 他要对付的 国家的人民的时候 他哪有什么人权可言 所以我觉得 最严重受害 因为整个大陆的 东南沿海 整个我们中国的海岸线 全部都会被污染了 然后现在有很多大陆 大陆的学者 跟台湾的学者 号称是学者的人 还有媒体人 还在帮日本洗地哦 日本的银杀已经洒出来了 还有过去在大陆很有名的工资 在美国 现在在美国的方舟子 还有 还有也曾经活跃的 过去是央视的 资深的记者的王志安 不是都写文章 来支持日本把河渭水 召召太平洋吗 然后还帮他洗地啊 还帮他洗白啊 所以这种所谓的汉奸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发现 最近的社交网站里面 非常的奇怪 就出现了一些为了维护美国跟日本 或者就直接把它叫金美分子 金日分子 他们这些人不断的在里面攻击 所谓的爱国人士 你知道这完全是一种 系统化组织化的一种 美日 美日潜伏在中国 中国的里面的一些 汉奸的大反扑吗 这些反扑我们当然都看得很清楚 其中有一些人是在台湾的 那在台湾 很多人最近阴阳怪气 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台湾的蓝营 因为台湾的绿营叫台独嘛 我们就知道他台独嘛 我也搞错 但台湾的蓝营很怪 台湾的蓝营一方面又说 我反台独 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媒体人 都是我反台独 可是他又反对两岸统一 他又反对一国两制 然后他又说他又反共 然后他又亲美 搞了半天 其实都是烟幕弹 那这些人到底是两面人 还是投机分子 还是有奶就是娘 还是拿钱办事 还是根本就是汉奸 这个问题其实说复杂 也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 他冰冻三尺飞 一日之寒 国民党里面 抛头颅 撒热血的人 其实在过去 辛亥革命 到后来 盛教人被杀 这些所谓的热血沸腾 真正爱国的 国民党的人士 其实逐渐的消耗殆尽了 后来从蒋介石 在广州的中三件事件 事变事件以后 其实有人说 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背叛了孙中山 联络隆共的一个 政策的方向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认为国民党已经直变了 而到了台湾以后 马英九用了金普冲 金普冲说过一句话 我不知道之前记不记得 他说要把国民党 改造成一个选举的机器 也就是说 充斥国民党 不要理念了 国民党只要选举 所以你说国民党反台独 是为了什么 他不是为了理念 他是为了选举 好 至于国民党 知不支持统一呢 国民党根本不支持统一的 国民党只希望具地为王 在台湾形成一个 孤悬海外的分裂政权 然后倚靠着美国 倚靠着日本 然后来与大陆对抗 这样的心思 你认为国民党有改变过吗 没有 国民党只是用两面的手法 一方面 嘴巴可能讲的统一 可是他的统一 是慢慢的等 等到天荒地牢 等到水到渠成 这个叫脱筒 尽量的脱 然后脱筒的方式 他当然想出了一些美丽的词汇 而他目的是为什么 他的目的要脱 他要以脱待变 而且脱的过程里面 若能得到大陆的会台 得到大陆的让利 得到大陆的资源 甚至 他如果没有执政 他也可以到大陆去 骗吃骗客一番 也可以在大陆 用他的国民党的身份与地位 而攫取了许多 所谓的让利的资源 所以有很多一般的台湾人民 或一般的大陆人民 不能够做的 可是国民党里面的特权阶级 到大陆 他可以做 他顺利的就取得许可权 所以就产生了 大家非常痛恨的买办阶级 而有些买办阶级 回到了台湾 他也很怕被别人揭穿 而且他看到 真正支持统一的人 而且是回归到现实 肯定一国两制 是统一最佳模式的人 他们就把他们视为照妖镜 又有他们的存在 对这些所谓的买办 对这些双面人来说 就是一个心理的压力 心理的威胁 即使你他们之间 还没有恶言相向 他们自己都心虚 所以就会主动地去打击 所谓的支持统一的 真正支持统一的人士 所以双面人不是只有双面人 很多人说 双面人是在大陆骗钱 在台湾支持台独 不止这样 因为双面人还想方设法地 去迫害 去污蔑 去抹黑 真正支持统一的人 然后还去迷惑台湾一些 无知的民众 盲从的民众 把他们带到错误的方向 所以台湾的很多蓝营的媒体 跟所谓号称是蓝营的媒体人 其实都是双面人 这个就是我的结论 我看了这么多就是这样 所以 对 我同意 谢谢委员 对 谢谢委员 今天耽误委员很多时间 谢谢 下次再跟委员聊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